詞曲 李宗盛 定 十二橋手 以剛為天 油為地 剛油並重 懂得以油濟剛 是武術精髓所在 集武 不是用來打敗人 關鍵 是要制服對方的心 為之武德 集術 亦令我明白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所謂武 包含子 歌 兩個字 子歌為武 用武最高境界 是平息紛爭 現今社會撕裂衝動 可能正正因為香港人 已經逐漸遺忘 這種珍貴的武術精神 是在美國 波士頓讀大學的時候 每逢劉家梁師傅的功夫電影上話 我就會同師兄弟開四個多小時車 去紐約看他的電影 这一套是陆亚彩与黄飞鸿 你用武功打到一个人 只能打到对方的身体 但是你能够剃别人着想 公正、明理 你就能够制伏对方的心 这些才是学武功的真理 有人说想知道什么是武德 看刘家梁师傅的电影就会知道 我想学那个少林子三十六房 学习武器 手腕这些 我家里也有用 我练习功夫也有用 因为我想练习我的手腕和手力 刘曼仪 刘家梁和翁静静的大女 这一天来到视角艺术中心 参观一个关于洪拳 和介绍他爸爸 刘家梁电影的展览 我比其他没有爸爸的牌子 是有点好处 因为我爸的电影是多久 我可以永远上网或看电影 见到他 刘家梁的父亲刘站 和我师公林祖 都是林世荣的徒弟 刘家梁师傅是我的师伯 刘家梁当年参与电影演出 制作超过四百部 他在2013年因病去世 武术界痛失这位一代宗师 他过了身之后 我就有点担心 因为他子女之中 没有一个正式化学共权的 我又不想他的洪拳兽失传 反省了我自己要继续他的功夫 以及推广中国武术 这里是杨重街和唐美道交界 以前我师父的馆就在这里 现在变成豪宅了 后面有一间戏院 叫做丽华戏院 那逢是刘家梁的戏一出 我们整班师兄弟就去看午夜场 麦志刚 20岁开始学洪拳 我们都是虎鹤派的师兄弟 麦师傅习武当时 正值七十年代 当时武馆林立 教授中国武术的 有成四百间 学武的人 大大话话有成万多人 因为那段时间有很多黑社会 我幸运我跟这个师傅 他没有说这些话 我们整班师兄弟都很纯 没有人吸烟 我觉得挺好 那几年是最高兴的 麦师傅年轻时 是五金技工 在1991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 在大陆工厂工作 十年后回到香港 因为年纪大找不到工 靠着他年轻我时学的红拳 以教功夫为生 不过麦师傅说 现在教拳和以前的环境很不同 我现在搭巴士 又去到黎智国 一落巴士就下去地铁 然后坐地铁去中环 所以就要拖铁 全职授徒十几年 麦师傅都没有固定的地方教功夫 尖沙咀 沙田 屯门 一星期七日 到处找公众地方来教 这一天他来到中环码头 别笑我 我上周不会吃很多东西 所以一直走一直吃 我只能学习个蛋糕 我可以教教到两三点都可以 这些是我自己改装的 方便我带出带入去教 那我来到后我就装起它 用棍子来当成关刀研 塞了很多真实枕 但是起码他肯学已经算好了 起码他想认识这件事 时代变了 以往堂楼越来越少 租不到地方 开不了务馆 收不到学生 这儿应该是属于天星小伦馆核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有 或者食环柱 他们是有权不赶他们走的 不让我们做的 其实每一个点都 学生都不是多 一两个 或者甚至一个 其实真的有一些 很难受的感觉 有些好像居无定所 教无定所的感觉 而且学的那些也没有一个归属感 那变成了自己好像街头卖舞的心态 但是慢慢接受现实 停 好 过来 转 再停 往下 九岁又学基本的杂牙那些 现在学习最困难 就是花点时间去练习 因为我爸每天早上和晚上 是练习的 我勉强四次一个星期地学 我觉得是不够的 刘师傅走的时候 曼儿二十五岁 当时他大学毕业没多久 已经在英国和新加坡 考到律师牌 但是他没有继续在法律界发展 回香港加入演艺圈 希望成为国际功夫明星 继承他爸爸的衣缝 你转的时候才是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然后这样 是的 你这个是在这里 是的 那这里你可以挡住 左手做到右手做到 转的时候才这样 是的 然后这样 或者刘师傅留给曼儿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功夫 这个就是我和刘师傅全城的争夺战 我希望他承计我法律的衣缝 我开了一家律师楼 我没想过一个传统的武术 会跟我争得赢的 总之这一次就是武术战赢法律 接一个武术家的武术衣缝 你要学那么多的东西 而你现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去追 你行不行呢 因为刘师傅说过 我找到他真正的传人之后 这套三折鞭是一对的 就交给他 曼儿听到这件事之后 其实一直在心里都是 固定这双鞭 如果他能够 将这套三折鞭很纯熟地打出来 而是可以过到各位师傅的关 觉得它合格的话 那他就是可以传给他了 刚才吃到那个面 因为我更害怕这个兵器 在这儿 因为我怕会打破头 或者弄伤自己 所以如果我有害怕 就会打得不好 我希望可以克服这个害怕 我想克服了就会发得好一点 所以有机会可以练得好 在这儿 年代,唐柳天台舞館就聽得多 現在天台舞館已經差不多全部取締 棄置的工廠大廈 就成為另一片的勇武之地 這裡是麥志剛師父徒弟的工作室 機緣巧合就借給麥師父來做舞館 這是一個很專門的兵器 這裡是麥,這裡是麥 但很容易刺到自己 不過現在沒有甚麼武館 有這麼齊全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是 來到這裡 令我想起我年輕時 在美國執舞的日子 在美國,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 大家都是無名利 因為在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有個功夫熱 那時候尤其是李小龍 帶起了一些人對功夫的興趣 很多人就來學習 想知道這件事是甚麼 有段時期,功夫在香港 都很普遍 很多人都學學功夫 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又少了 希望多些人有興趣 都會有一個復興 不過麥師父說 以前拜師學藝 師徒之間 趁如家人的關係 現在很難見到 好,你退回我 根本現在也不是叫師父 有些也叫教練 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真的好像買賣 但很多是為生活而教的 他沒辦法 他遷就著那些學生 因為如果他一說 或者要做,或者要去拜師 或者要去集馬 或者說這個星期不教 下星期回來才教 下星期未熟不教 第三個星期他不來 很無奈 很無奈 慢慢慢慢 我覺得對比很強烈 所以我覺得有些心疼 對香港的青少年 對整個社會 我都有些心疼 Mark Houghton 中文名叫何墨 劉家梁師傅的英國徒弟 劉家第三代的傳人 劉家梁師傅去世沒多久 萬兒就跟他重新學習洪拳 一個星期三、四次 師傅過了生 阿智英都跟我說 他很後悔 很多師傅的功夫 他不記得 所以我說 不要緊 我還是來師兄 師傅還是老頭 你當是師兄弟 然後我可以教你老頭的功夫 師傅那些東西 這個 鋼鐺 師傅那些印象 我想法拍戲 我想法海毛館 師傅在這裡 都可以幫我聊一聊 劉家梁師傅 生前曾經慨嘆 中國人對功夫熱情冷卻 反而外國人更加有熱誠 將來華人學功夫 可能要向西人拜師 劉師傅於是將他的遺願 委託給何墨 希望他可以把紅拳發揚光大 對 你做功夫一定要做無法 打贏人 然後你聽 你就跟他說 其實朋友你錯了 你先想清楚 你要蓋 你給人機會 這個敵人現在變成你的朋友 這個是中國功夫的無法 說回師傅那些事 給他聽 學太晉會辛苦 他會學完 不過他會慢慢慢慢 香港文化節叫ICH Mart 在公眾場面推廣文化和功夫 有很多遊客和本地人來看 這個是香港文化節 其中一場公眾推廣活動 創辦人趙色慶 多年來 智力推動將客家文化 包括武術 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他認為 香港沒有經歷過 內地政治動盪的年代 國門派武術保留得比較完整 能不能夠好好地修復 傳承 未來十年是關鍵的時刻 多謝大家 我覺得我們自己都要審視一下 究竟我們發展不良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是不是有些事 自己需要是與時驅變的 包括我們的形象 我們的包裝 是否有少少可能和現在 大家年輕的人追求那種東西 有少少脫離呢 大小小小小 年紀大了 他全人 是否有年輕人可以接行呢 師父是否找到一個合式的徒弟呢 未來十年 我們很重點就是做挖掘 研究 整理 還有幫助香港的功夫文化 有一個定位 好 好 好 這個是我徒弟, 莫俊偉 這位是我師父, 陳志強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但我有些東西我不太記得 所以現在帶我徒弟上來 希望我師父繼續教一些我不記得的東西給他 希望他們成全下去 要修復, 傳承武術 首先要有人肯接鵬 麥師父全職教功夫十幾年 教過的徒弟過千 今年二十九歲的莫俊偉 是最早期跟他的徒弟之一 現在全身投入, 傳授武術 覺得挺感動的 因為很少師父會公開地說 所有技巧已經傳授給你了 你想再提升的話 我帶你去我的師父那裡 我最初都可以說是潑他爛水 為甚麼呢? 因為我自己身歷其境 說真的, 香港全職教夜 真的找不到吃 你做了, 只不過是給他交租 但是他自己選了這條路 這樣也沒辦法 我唯有支持他 這場是南北武術協會 搞的傳統功夫精英金牌大賽 是, 怕他等裁判報了個分 麥師傅徒弟莫俊偉 就帶了他的學生來參賽 以前去表演或比賽 大家都很緊張 包括我也很緊張 也怕他們會協償 所以立刻會找角落頭 去撿一撿他們 他被我罵了這麼多 現在到他罵人 我愛過的愛 以往做一些國術比賽 幾十年前很少聽過 去到現在的發展趨勢 就是希望把它做成一種運動 所以就要有證書 透過一些大型的比賽 去提供相關的認證 或者传统武术 要在这个各样讲求正书的社会生存 就必须要转型 找新的出路 传统要改革 当中可能要有所取捨 最重要是不要忘记 化干锅为肉白的武术精神 无论是坚持口传身教 还是透过电影将武术发扬光大 但愿他们都能够成为全城武术的将人 其实我们的武术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而且累积了我们以前的人的很多经验 流传到我师父一直教导给我 我也教导给一些徒弟 我不希望在我这一代一直没下去 其实所有的功夫都有钢, 也有油 如果大家都是硬碰硬的 大家都没有好结果 我爸爸也经常说功夫是他的生命 他到七十多岁都还在打功夫 我依然想到九十岁都还在学, 还在练功夫 学好功夫, 传给子女和教其他人 甚至想发扬干大 可以到国际方面推广中国武术 我想他都会骄傲我 我想他也会骄傲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